成立的時候有很多人 剩下多少個 剩下四個 所以粵劇真是 你沒有那份誠意 跑到另一面 為什麼另一面 不要緊 聊天 不用輪誰 你們做大戲的人 禮儀周周的 你讓我我讓你 我們要爭話講的 麗芯姐這麼嚴謹 會不會都很惡下的 不會的 絕對沒有的 可能我和麗芯姐拍撞了很多次了 細樓拓蒙帝女花 龍成詩意 她那個人很友善的 不會惡的 是 是 一點都不惡的 那在眼中的她 你們是怎樣的 我覺得她 非常有那個 我們專師重道的那個感覺 因為她對麗芯姐實在太好 太尊重 還有那個承傳那種執著 對藝術那種執著 那這件事我們在旁邊 我是會自己學 學了回來自己用 然後就要繼續承傳下去 教多些音樂師傅 當然會 當然會 那阿權哥呢 你在你的眼中 陪生姐是 你認識了那麼久 你在你的眼中 陪生姐是怎樣的 她是很好 人緣很隨和 是 是 真的 真的很隨和 她沒有什麼價值的 做事很認真 當她出台的時候 她演戲的時候 會吸引人 那種吸引人 好像磁石一樣 吸引你過去 她無緣無故就來的 她不會即時告訴你 當你在做的時候 才會發現這個人 你很留心看的 就會被她吸引了 是 那會不會 你們打的時候 或者你拘捕的時候 嘩 用不著被她吸引了 不會的 吸引了就對了 是 因為吸引了 我們才投入 其實我們要融為一體 是 因為我們的音樂要融入 她的唱肯 我們要夾她 就是要一起 要有一種共同的投入 這樣才出來的效果才好 所以她每晚有不同的 我們有一個大的基礎 是大約怎樣怎樣演繹 但是每一個細節動作 都是根據她當時的發揮 有時候感情 可能不是這句才出 可能是下一句 所以每一次 我們都是要看得緊 大家都是一起 有一個共同下去 這樣 戲曲就是有這種樂趣 這種特別的東西 這種更加是我們香港的 音樂師傅值錢的地方 就是真的 台上在演什麼 他們就可以配合什麼 這真的是 我們香港的 粵劇界的 音樂師傅 獨有的特色 暫時還在這樣說